农历年后是转职旺季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今年第一季的人力需求 征裁与不征裁企业比例呈现五五波 征裁缺口以金融保险、资讯科技和餐饮住宿 三大产业最多 征裁三大原因为补足流失人力 例行性征裁和业务量增加 在今年的第一季呢 其实有五成八的企业对于景气是抱持正向态度的 但是对比去年同期 其实是下降了大概九个百分点 那尽管如此 今年呢还是有超过五成的企业 是有在第一季征裁的计划 目前最缺乏的人力是基层人力 还有中阶的技术人员 那哪些产业目前是最缺工的呢 排名有前三名的 包含像是金融业、资讯科技业 还有餐饮住宿业等等 光是在人力银行上的职缺 就有超过了17万3000笔以上 根据这个统计显示 其实我们的失业率目前是下降的 但是尽管如此 还是有非常多的人力缺口 主要是因为根据我们调查 发现有六成以上的企业 他们真才的目的是为了要 补足之前流失的人力 所以在疫情时代 那当时有很多人力 可能离开了他们原本的职位 但是现在公司呢 想把这些人才找回来 因此在第一季的时候呢 会有比较高比例的 真才这样子的行为 目前最缺工的三大产业 是金融业、科技业 还有餐饮住宿业 金融业的部分 他们光是去年一到十月 他们的营收就突破了 七千亿的大关 那在获利如此坚然的情况之下呢 也让他们愿意大举真才 来拓展自己的事业版图 那至于资讯科技业的部分 虽然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 淡季景气的影响 可是AI是未来的这个算是一个趋势 所以很多产业呢 在AI相关的高阶人才上 是非常愿意给出高薪来征聘这样子的人力 来补足他们AI方面的缺口 至于在住宿还有餐饮部分 其实从去年的年底一直到今年过年前 还有寒假都属于餐饮还有住宿业的旺季 那在之前人力还没有完全补足的情况之下呢 又迎来旺季 所以很多在餐饮旅宿工作的这些企业主 他们是更愿意 比如说加薪来真才 希望可以在这段时间抢到员工 同时也可以带动他们的营业额成长 因为疫情过后呢 其实我们对我们产业很有自信 所以我们的真才计划今年呢 就会持续去做 我们现在招募的 所要的那个职业就是发型设计师 就是有设计师经验的 有美感的 然后我们的薪资会在 起薪就会在四万五以上 我们今年大概 我们的目标大概要征六位的 六位设计师 对 那另外再加上储备 所以是六到八位 调查也发现有57.8%的企业 对于今年第一季景气 抱持正向态度 但相较去年同期 仍下滑百分之九 另外有51.5%的企业 今年第一季有挑心计划 但呈现意愿高 幅度小的情况 我大概投了进百封的履历 那也就是大概加薪 因为找到比现在薪水 还多一万块左右 在我面试的过程当中 就是我的底薪其实会让他们觉得说 其实我会愿意再增加一点的薪水 薪资拿来录取我的工作这样子 是真的蛮累的 如果跟疫情前比起来 是真的体力上面蛮好体力的 一个人是要做蛮多份的事情的 就可能你要结帐啊 然后到送餐 然后再到可能还要帮内场洗碗 以前这部分 可能内场的洗碗部分 可能比较不会属于外场职责 那现在可能就是大家 在分工上面可能又要更加互相的配合 在疫情前的话 我大概正职人员部分大概两万八到三万 那目前参业者目前都会以三万五起跳吧 以我目前的高代的公司大概三万五起跳这样子 好 其实今年光是在第一季 只有超过五成以上的企业是有调薪这样子的打算 那平均调薪的幅度大概是百分之三点八 那其实对比去年 调薪的幅度差不多微微上升了大概零点一 因为去年是大概调薪三点七嘛 那今年是三点八 所以在调薪的意愿上呢 是比去年也算是差不多的情况之下 但我们认为因为现在很多企业 他们为了要征求人才的加入 所以除了调薪之外 他们会祭出更多 比如说优渥的员工福利啊 或者是像有些企业 他们愿意祭出可以让员工延后来报到这样的措施 然后来吸引人才的加入 调查显示公司调薪主要参考标准 包含工作绩效 员工配合度 企业营运获利以及员工年资 除了调薪以外 给予绩效或激励奖金 有我年终 红包 员工旅游 也都是企业采取靠上员工的实质做法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